又想問一點關於Annie 小時候是怎樣的呢? 剛才說是一個活力的少女 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 其實你小時候是不是 順風、順水、讀書、做事 都是很可愛的一個 幸運之神很眷顧你的女生 我不是女生 心境還是這樣的 其實我小時候在Stevens Girls College 讀讀 小學、中學都是 而這間學校也給了我一個很輕鬆的童年 因為這間學校的傳統是這樣的 他們不會說排名 或者是怎樣的 有那種 competition 在那裡 而是你能夠可以 心情輕鬆地去讀書 之餘很有空間去發展自己個人的興趣 所以都可以的 一直都很順利 小學、中學 而我特別那時候 喜歡在音樂方面發展 又唱 choir 又拉小提琴 幫學校參與 orchestra 都有這類型的活動 然後就去了美國 然後去了美國的中學 一個適應 由香港的生活 轉到外國的生活 那一年都挺特別的 因為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適應 譬如說我學校完全沒有香港人 台灣人也有 但是沒有香港人 所以又迫著我 要訓練我的國語 當然其他都是美國人 可以訓練我的英文 為何你選擇這麼荒蕪的地方去呢 因為我有… 我的叔叔在那裡居住 第一年 我媽媽也不太放心 我當然希望我第一年… 親著朋友 是的 那時候我婆婆也在那裡 所以就去了紐爵士 讀中學那一年 然後就入大學了 然後去美國 然後去波斯頓 波斯頓 希望有自己 自分地去 去一個沒有親戚的地方 波斯頓讀什麼? 讀 computer engineering 是的 你明白為何我們從你小時候問起 因為剛才你帶了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一個是正能量 什麼都用比較正面的態度 當然這裡是宗教 或者會有一個解釋 但是很多時候會不會就是… 因為在你前面的很多的同學 校友 他們沒有這樣的背景 我們通常是在一個故事之中去找尋 為什麼這個人這麼正能量呢? 為什麼這個人這麼說人性呢? 但是你突然間就好像走得歪歪地 你是讀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為什麼你覺得是歪歪地呢? 太…太阻擋了 哦 就是阻擋了的思維 他會給人一個感覺 比如說人性啊 講正能量啊 應該讀文科啊 歷史啊 文學啊 音樂啊 音樂啊 完全是對的 我也想的 不過我媽媽反對 她說找不到吃 哈哈哈哈 找吃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你也是你自己選擇的 你自己也覺得可以接受 可以… 說說你那時候大學的生活 我們聽聽 怎樣的? 首先我想你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女生會選擇 讀 engineering 很多人都是這樣問 那我就… 其實我有一個很獨特的性格 是外表看不出的 就是我喜歡做一些小人做的事情 什麼? 譬如說… 因為engineering 也比較少女生讀 因為如果說 多女生讀 譬如是 business 或者是 arts 那些那些那些呢 那我就… 就是… 除非是音樂 如果不是音樂 如果你叫我讀其他那些 我又覺得… 就是… 有點老土 不好意思 我不是… 我是喜歡… 我是喜歡讀一些… 做一些比較另類的事情 這是我自己的奇怪性格來的 尤其你在女校出身 就是可能在你的環境 其他女生都會是… 讀文科 是一個大多數的決定 或者選擇 所以你更加希望 是自己… 可能跟別人有少許不同 是的… 這是我自己的一些… 想法 但是… 都不是那麼正常的 因為我很多朋友 都是讀 economics 讀一些比較文科的 政態的 比較穩妥 是的… 甚至… 甚至我先生都是讀 business 男生 那很多人都是讀 business 是的 所以是我自己的… 一些性格的問題 喜歡做一些… 別人不太做的事 是的… 別人不太做的事 我就會喜歡去試一下做一下 還有… 我自己來說 也是我自己讀書 是會比較強項一些 不用讀書的科目 啊? 就是 computer engineering 不用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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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是理解… 意思是不是說不用背 不用背中 不用背中 但是通常上課那一刻 已經是得到的事 所以你回去也不用太辛苦去讀 那是否就是有不少的老師 其實都挺喜歡你 就是… 因為你不斷上課 聽一下 你又搞定 然後考試又很高分 很高分 然後資料你的 grade point average 是3.85的 是… 那就是… 肯定有很多老師 就比較喜歡你 有沒有一個… 你很記得的老師 其實… 你覺得在他身上學到東西 或者… 你跟他有一個好的交往 還記得嗎? 記得一點的 其實有好幾位的 之後… 就是我再想回的時候 那… 但是當中有一位就比較 是跟我多些接觸 就是有一位 教我mini computer 的老師 那… 他是一個associate professor 來的 那…他本身是有正職 在一間 computer firm 那時候就… 那他教… 他教書 那…我很多… 就是… 都有很多跟他交流 甚至我那時候有幫忙去做 TA 那… 那… 而… 而我跟他再… 就是… 導演一個學期 那他知道我想找一份 summer job 那他就介紹了我去… 他自己本身做的那間公司 就是叫做 Prime Computer 那… 就去那裡 就去做一個… 就是短期的時間 三個月 那… 就去寫Micro Coding 那… 也是一些… 就是一些 machine language 來的 就是寫… 平時你… 譬如說…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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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高級的… 譬如說… 糟了… 我現在這個年… 那個年代… 那時候… 不知道你明不明… 寫… 寫… 那些人是… 人是看得懂的東西來的 而我當時寫的那些… 真是人看不懂的東西 我… 我是讀 Business 我也有讀 Computer 但我讀那些東西 是人看得懂的 是的… 我叫Fortran 我叫Fortran 哇…你什麼年代… 哈哈… 不是… 我聽得懂的 我僅僅… 剛入大學的時候… 他僅僅是大學的東西 然後到他那些年代 你那些我又不再認識了 因為你那些什麼… Pascal 啊… 什麼 Plus Plus C Plus Plus A Plus Plus 那類的那些 那些… 那些… 你以前在聖事前提反的時候 是讀文科還是理科的 我讀理科的 理科的 所以就是… 你跟了那個教授 但是那個教授為什麼會找你幫忙呢?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特質呢? 因為… 你也是小孩子一個 或者小女兒一個 那麼… 精精靈靈靈的 考試可以的 但是… 如果他要聘請人 會不會聘請一個 在美國大的人 是… 是… 更加… 就是… 可能… 我勤力一點吧 你勤力的? 是的… 我勤力的 雖然我是說… 就是… 喜歡一些科目 不用背書 但是我回到去 我也很勤力做事的 一來他覺得我勤力 我相信是 另外就是… 有機會是因為 他見到亞洲人 亞洲人之餘 還要是女性 因為其實以前一班同學 一班… 我一班都是… 譬如說 有二十多三十個同學 穿了二十多個都是男生 都是外國人 當然當中也有些 中國的男生 都會很少 沒有… 但是… 女生… 可能只有三個人 也只有三個 即三四個 可能只有三四個 我只餘下三四個 我還要是唯一一個 韓國人 東方人 對… 所以… 我想她覺得 會有些… 很有趣 是一個… 那麼一名的人 也是另類 也會… 找到… 感谢观看